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十到九十 碳水化科物主要以单糖或者双糖的形式存在 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是人体所需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比如红黄色水果里面的类胡萝卜素含量高 对眼睛有益处 先找柑橘类的维生素C含量高 水果里面的矿物质如干 铁 银 流丰富 水果里面的有基酸如果酸 柠檬酸 苹果酸能刺激人体消化线分泌 促进食欲 有利于食物的消化 同时有基酸对维生素C的稳定性有保护作用 水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这种膳食纤维在肠道能促进肠道蠕动 尤其是水果含有较多的果胶 这种特容性膳食纤维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有利于预防动脉中央硬化 还能与肠道中的有害物质如铅结合 促使其排出体外 另外 水果中含有的黄藤类物质 芳香物质 香豆素 地柠檬贴等植物化学物质 具有特殊生物活性 有益于机体健康 而什么时候吃水果最佳 看完水果的营养成分 我们来说说水果的金银铜问题 水果的营养成分是不会因为早上吃或者晚上吃产生很大的变化 甚至危害人体 所以水果一天中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吃 如果您想控制体重 最好不要饭后吃 尤其是晚饭后 现代人晚饭一般吃的比较多 吃完晚餐后的吃水果非常容易造成能量摄入过多 因此不建议晚餐后吃水果 如果想让水果中的营养素吸收更好 最佳时间是两餐之间 一是有利于控制进餐总量 避免多饱 二是水果中的一些成分是水黄性的 如维生素C等 餐前吃更利于消化和吸收 当然 有些人早上来不及做蔬菜 可以把水果放入早餐的一部分 这样可以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 最后记住一句话 水果有营养 食用时间很重要 要想获取营养不长胖 两餐之间吃最好 各位女性朋友 你喜欢吃水果吗 你知道哪些水果是减肥的敌人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减肥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